在上一节第二帝国的新王的介绍中,我们看到德国1871年统一成功以后的这段时间,恰好也是欧洲许多新兴的社会主义理念,甚至包括一些极端的马克思主义的理念的形成的阶段,因为1848年革命的时期恰好也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念的正式引入欧洲的这段时间。 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作为当时首任德国总理的Bismarck,他的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应对当时兴起的非常强势的社会民主党这个新兴的政治党派的影响,因为这个党和一些其他的基督教中心党很大程度上参与了当时的国会,当时的国会Rijstak。 我们通过前几节的介绍也看出来,当时的德国的政治体制Rijstak,他的国会是唯一的含有民主成分的这么一个议会组织,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牵制帝国政府的很多政策,主要是通过财政上进行牵制。 更重要的是,这个议会里面的很多代表都是来自于民选的一些带有激进成分的党派人士,因为1848年的影响仍然广泛的在民间流传着。 那么这个影响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带有一定激进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成分的这样的一种理念。 这样的一个国会的成分对当时的Bismark的执政有不小的威胁和牵制。 为了应对这样的一个来自于国会的压力,Bismark采取了一个在当时来看是比较明智的一个对策。 尽管Bismark本人是一个非常保守型的政治家,他本人痛恨各种的新兴的自由派、民主派、社会主义派,他都是非常充满敌意的。 而他的国内政策,为了应对来自于国会的这种新兴的各种理念的压力,他必须在他的国内政策的制定上想法缓解这样一种压力。 那么这个压力的缓解的目的主要就是第一,是维持维护现有的绝对君主的政权结构。 其次,缓解社会上很多带有一定激进成分的现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其他的各种政党的压力。 那么这个压力当时在1871年以后,这十几年二十年,当时最严重的一个压力就是还是回到1848年革命的那个诱因之一,就是当时的工人阶级的权益保护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Bismark在1884年前后,有这么一段讲话,这个讲话就充分的反映了他对当时的情况的严重性的认知。 他这段讲话比较长,我只是把他的主要的意思简化的讲一下。 Bismark说,我们当下工人真正的苦衷是缺乏安全感,也就是说缺乏社会安全感。 他们不确定自己是否一直能有工作,他们不确定自己是否一直是健康的,但他们确定自己有一天肯定会变老,会无法工作。 甚至有可能就是因为长期的患病,就足以使他陷入贫困。 即使他一生勤劳的工作,他仍然会感觉到完全孤立无助。 因为我们当下的社会不会对他承担任何真正的义务,而现有的社会救济方法是微不足道的。 因为当时他有一些简单的救济穷人的方法,但是非常非常的小规模,而且是非常小量的。 那么Bismark这些话在说什么? 他实际上就是在说,我们的社会没有一个最底层的最基本的社会安全网。 做一个勤勤恳恳工作一生的工人,他的身体健康,有工作的时候他也许能够还可以。 但是任何的身体状况或者是失业都可以使他一下就变成一个无助的掉入贫困深渊的一个人。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对当时局势的分析,Bismark就开始进行了他一个非常大胆的社会实验或者是社会福利系统。 这个系统叫做State Socialism,社会国家主义。 这听着好像今天听着有一点点怪,但是首先我们看一看他这个社会国家主义是怎么一回事。 Bismark的这个社会国家主义当时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一个欧洲的首创。 尤其是在当时欧洲的这个资本主义正在鼎盛时期,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处在一个非常紧张,非常不公平,不公道的这么一个环境中。 他提出的这个社会国家主义非常非常重要。 那么这个社会国家主义可以说是现代社会福利系统的一个初行。 我们后面会看为什么会是这么说。 他的这个国家社会主义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使这些社会中的工人阶级的这种非常缺乏安全感和社会安全保障的这种心理,这种焦躁心理安稳下来。 那么如果他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国家社会主义把这些工人阶级的非常焦躁的心情,非常焦躁不安全感稳定下来的话,他自然而然就可以把他最敌意的这些政敌,尤其是当时在国会中的那些社会民主党和其他的激进党派的人的这种社会支持,把它大大的削弱。 也就是说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我为了应对这些以我对抗的政党,我就用我的政策来削弱他的选民基础,他的政治基础。 那么他的这个社会国家主义本身在当时来看是非常有创意的一系列的社会福利计划。 具体的这里包括社会养老金计划,Pension Skin,养老金计划,今天在中国养老金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 那么这个时候,在Bismark的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个体系,总体来讲的欧洲是一个没人熟悉的,很有创新的一个体系,养老金计划。 第二就是各种各样的工人的病假和住房福利,还有就是强迫性的工商保险制度。 此外还有妇女休产假,工厂里边为工人提供食堂,为工人提供换衣服修整的房间,为工人提供医疗保险和医疗服务。 还有就是失业保险,就是一个工人突然由于某种原因失业了,那么有一个保险体制向他提供一个短期的过渡期的一个收入。 所有这些项目,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几乎在西方所有的国家都在某种程度上提供。 不管是在哪个国家,大家都有一定程度的熟悉,只不过是它的具体的这种福利的实施的政策有什么具体不同而已。 但是总体来讲,这都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概念。 但是这些概念实际上在19世纪后期,在当时的德国,这是非常非常新的概念。 因此我们可以说,当时在Bismark领导下的德国,是在世界上首创了第一个福利的国家体制。 这种福利体制,使当时的工人阶级感觉到这个国家和这个政府在某种意义上为他们在着想。 在过去这一百多年,德国的这个国家社会主义这样的一个总体的福利体制,逐渐的被欧洲许多其他的国家也采纳,并且进一步的完善。 今天的联邦德国和许多其他的欧洲的国家,基本上都有一定的社会福利保障。 这个社会福利保障,严格来讲,它的最早的根源就是来自于19世纪下半叶,Bismark在德国实施的这个国家社会主义。 那么当时Bismark实施这样的一个国家福利体系,它的动机当然不完全是为了工人的好处。 它的动机更重要的是,由此来缓解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紧张关系。 他自己甚至说,他说,我们一个社会中有养老金的人,比没有养老金的人更容易管理,或者是更容易统治。 在英语里叫handle,easy to handle,也就是说,有了这样一些社会福利保障,使我们的工人阶级不大容易变成一个激进的破冠破摔,或者是有暴力倾向的这样一个工人阶级了。 所以它的这个福利体系的创建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缓解了共产主义理念和共产党在德国最终没有生根的原因之一。 当然后来出现了纳粹,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么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可以说,尽管Bismarck提出的这个国家社会主义听起来很有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味道,但实际上它本身是一个保守的理念。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Bismarck的这个国家社会主义,本身它的目的就是想保持或者是保护现有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尤其是保护当时社会中的顶层的阶级的核心利益,包括这些王室贵族,包括教会,包括这些拥有大量的地产的这些地主阶级。 就是保护他们的核心利益,同时削弱当时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创造一个比较和谐的社会环境,这是第一。 更重要的是,它的整个体系仍然完整的保留着和保护着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也就是说它提出来的所有的这些福利制度或者是这些福利政策,并不是靠掠夺私有财产来去保护穷人,而是通过一些保险的体制,养老金的体制,把社会产生的价值,用储蓄的方法把它进入一个大的基金池, 然后在这个基金池里提供一种缓解临时的紧急的社会压力,或者紧急的个体的健康情况,或者是出现工伤,或者是出现失业,这些紧急情况来救急。 所以它并不是靠剥夺私有财产,而是靠现有的私有体制的基础上建立的这么一个福利体制。 也就是说,Bismark的这个福利体制并不是去取代现有的资本主义体制,而是利用现有的资本主义体制来创造一个相对更加和谐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经济。 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和当时的Social Democrat,就是社会民主党本身在当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党,那个基本理念是不一样的。 同时,Bismark在它的这个福利体制的基础上,它在政治理念上仍然是反对各种自由派,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剥夺私有财产。 因为社会主义在当时,基本可以说是和马克思主义划等二,他所提倡的就是消灭私有财产,消灭现有的阶级划分, 抹平社会的一切的财富结构,使社会没有私有财产,没有绝对王权,没有贵族,没有资本家,大家都一样。 这个显然,过了一百多年,我们已经是一次一次的看到,这是一个非常荒诞的一个设想,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人间灾难。 而Bismark的国家社会主义,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因素在内,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它的主要的动机之一,就是通过福利政策来缓解这些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对立紧张关系。 尽管我们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Bismark的基本的政策是一个保守型的政策,但是在历史上,后来有很多人把Bismark打了一个标签,说Bismark就是一个信奉社会主义的信奉者。 但是从我们刚才的分析可以看出来,它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信奉者,因为社会主义信奉者,那就是要打破一切私有制,Bismark完全没有这样一个理念。 同样的,罗斯福在二战前和二战期间的搞的那些新政,New Deal,很多人也认为罗斯福在搞社会主义,罗斯福和凯恩斯主义的一些理念,基本就是社会主义。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必须指出来,这个和当时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因为不管是罗斯福还是Bismark还是凯恩斯,它都有一个基本的底线,就是私有财产不可侵犯。 而马克思主义是要打土豪分田地,要一切全都给它抹平,那么就成为后来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造成了巨大的人间灾难。 因为他们所谓的打土豪分田地,就是打那些土豪分那些田地,最后他们自己来作响其成。 想想今天中共政治局里面每一个人都是亿万富翁,把钱都存在海外,这话有点跑题了,回到我们的正题。 所以这就是Bismark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基本的概括,那么这样的一个体系,后来事实证明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体系,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体系在大部分欧洲国家一直延续到今天。 那么想一想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它很大的一个动机就是用此政策来抵制当时的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力。 那么这种抵制是否成功呢? 这一部分它没有成功,尽管它这个政策成功了,但是它的政治目的没有成功,因为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因为Bismark采取了以社会民主党非常相似的社会福利项目而受到发展的约束。 实际上社会民主党在它当时的政治经济上的需求很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为当时的工人阶级提供社会保障。 只不过它所说的提供社会保障的途径是通过达土豪分田地,一下把所有的财产全抹平,而Bismark不是这样。 因此社会民主党当时的这种激进的理念并没有因为Bismark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实施而受到削弱。 相反,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理念在当时的德国的境内还在不断的增加它的影响力。 到了1912年,这已经是Bismark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因为Bismark是1890年被威廉摩二世给裁掉了。 到了1912年,社会民主党已经成为了当时国会内当时的Rystack里边席位最多的一个政党。 那么社会民主党是不是一路风顺呢? 其实也不是。 到了二战前夕,在纳粹掌权以后,希特勒首要的对象就是把他们全干掉。 把这些社会民主党,把这些共产党在他来讲都是激进的马列主义的这些东西全把它干掉。 当然纳粹本身也叫社会工人党,我们以前已经提过。 在今天,社会民主党仍然是联邦德国境内最大的一个政党,但是今天的社会民主党实际上它的基本的党章里的政治理念, 以Bismark期间的社会民主党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那个时候,Bismark那个时候的社会民主党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 而今天的社会民主党可以说某种意义上是Bismark的福利社会的一个演变的一个版本。 也正是因为这样一段历史使人们对Bismark,人们给Bismark还打了另外一个标签, 就是说它是现代福利体系的鼻祖。 那么这种现代福利体系或者是现代福利政府,Welfare State,它的历史上是不是一直很成功呢? 实际上并不是。 过去这一百多年,这个福利社会或者是福利体制本身有很多严重的弊病。 首先,福利体系并没有改变贫困的比例, 就是社会等中的那种绝对贫穷的阶层的人数或者是比例, 并没有因为你给他以福利就减少。 相反,在这个福利体制下,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欺骗诈骗的行为, 从这个体制中骗取大量的金钱。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 现代的福利社会很大的程度上削弱了底层的穷人的工作的意愿, 使他们变得更加懒惰。 美国有一个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叫Thomas Sowell, 这位老先生现在还仍然在世, 他是1930年出生, 现在已经是94岁了, 仍然在世。 但是他写了很多的书, 就是对这个福利社会, 对这种政治正确有反对, 尽管他自己实际上是一个黑人。 他在这上有一个很有名的一段话,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 The welfare state is the oldest con game in the world. First you take people's money away, quietly, and then you'll give some of it back to them, flamboyantly. It has always been judged by its good intentions, rather than its bad results. 翻成中文就是, 福利国家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骗局, 首先你悄悄地把人们的钱拿走, 然后你又大张旗鼓地把其中一部分还给他们, 人们总是被美好的意图迷惑, 而忽略其恶劣的结果。 当然Thomas Sow这段对福利社会的描述, 某种意义上对共产主义体制描述也可以应用, 因为共产主义体制本身就是一个骗局。 他当然不是把人们的钱悄悄拿走, 他是打土豪分田地, 明目张胆地把你全给抢走, 抢走了完了以后, 说我们有一个公平的共产主义的伟大宏图, 我们去追求, 但实际上带来的就是人间灾难。 那么这一节我们先讲到这儿, 下一节我们还回到当时的德国的这个政治体系, 和在这个政治体系下, 德国的经济是如何腾飞的, 这个我们下一节接着讲。